这个将军已有五十多岁,但却还是身强体壮 在位期间共有五十多名妃子和五十多个孩子 即使现在已经将将军之位给了儿子 但自己仍然是朝中真正掌握实权的人 对年轻美女们也是甘之如疑 但尽管如此,她身边真正说得上话 且地位不可撼动的,仍只是一个侧氏美代 整个大傲全部在美代手中牢牢掌握 正是实子甚至一句话都说不上 而美代的养父实翁则是掌握朝中实权的人 于是说到底 这天下是美代和时翁的天下 这天是宫中的闪花宴会 海狗将军兴致正浓便举办了短歌大赛 最终结果第一名是海狗将军最近的新宠多喜 为了奖赏多喜 海狗将军允许他将自己写的短歌挂到樱花树上 要知道可以挂在樱花树上是无上的荣耀 这让美代有些不爽 只是多喜身高不够 垫着脚也够不到樱花树 下人及时送来了一个凳子 可结果还没等多喜挂上去 一阵风吹过 他便直接摔倒在地 众人一拥而上看情况 好在多喜性命无忧 但是却意外滑胎 而送凳子的下人阿凤 则赶紧将那个打了腊油的凳子藏起来 这边海狗将军得知多喜滑胎 却并没有过多生气 毕竟他那么多女人那么多孩子 已经根本不在乎这一子伴侣 直接表示今天晚上要美代过来陪自己 而另一边 阿凤的行为果然得到了美代的赏识 阿凤表示自己并不知道多喜已怀有身孕 当时只是想让多喜在众人面前出丑而已 但不论怎样 毕竟是阿凤帮忙除掉了多喜的孩子 所以美代直接表示自己会让海狗将军不要责罚他 说不知正是这个阿凤 在不久的将来会导致他们整个家族的灭亡 为了奖赏阿凤 美代进直接将他提拔成为菊川的贴身宫女 菊川虽然在大傲中地位不及美代 但是毕竟也是海狗将军比较喜欢的人 所以阿凤也算初步打入了敌人内部 原来阿凤根本就不是什么绅士清白的宫女 而是故意进攻为父报仇 阿凤的父亲本是清政联名的官员 可是现在朝政大权掌握在石翁手中 而石翁等人根本就是草菅人命 害得阿凤父亲亡死 年幼的阿凤只能投奔父亲的朋友家 于是也就结识了青梅竹马新之助 他们都知道 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就是美代和石翁 如果不能推翻他们家族的政权 那么只会有更多的人亡死 于是阿凤从小苦练剑术 刚一成年就混进了大奥 只希望能找到美代等人作恶的证据 他们都知道 美代之所以在大奥中独揽大权 是因为他包庇大奥中的侧士们 和庆光寺的和尚们淫乱 因为庆光寺的主持也是他们的人 所以庆光寺说是寺庙 但其实早已经沦为了美代等人的工具 他们故意在宫外寻找美男子 假装在这里做和尚 其实是每次带着侧士们来祈福时勾引他们 这天海狗将军选人 没想到竞选到阿凤头上 尽管心中万分不愿 但是到如今阿凤也没有任何办法 事实上这件事他们早有预料 早在上个月阿凤休假时 新支柱的父亲就曾提醒过他 阿凤身为女人 在这样的时代想要帮父亲报仇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何况他们的敌人势力强大 海狗将军是个老色批所有人都知道 阿凤长得漂亮 在大傲中侍奉 被海狗将军看上也是没准的事 只是当时阿凤并没有在意 总觉得好像这样的事情还离自己很远 想着到时候再说也来得及 而且他的心里始终惦记着新支柱 新妇表示最近新支柱已经回来 现在正住在冯春家 于是阿凤趁着休假赶紧前来看望 只是简单的聊聊天逛逛街 阿凤已经很开心 虽然听到新支柱正住在别的女人家里 阿凤心里有点不是滋味 但是毕竟现在还不是谈 儿女情长的时候 一切都要等到事情结束再说 休假结束后 阿凤便回了宫中 而新支柱则继续坐他的郎中 这天晚上突然一位不速之客上门 新さん お客さんだよ すぐに見てほしい病人がいるんだって なんだかリオアンさんか 病人はどこですか 新支柱意识到这次的事情必然不简单 于是便跟着男人到了目的地 而需要他治病的这个女人 正是海狗将军的测试菊川 只是新支柱并没有见过菊川 所以只是通过穿着认出了他不是普通人 却没有想到他真正的身份 而检查结果也让人目瞪口呆 菊川这几天身体不适 根本就不是生病 而是怀孕了 他之所以在大澳外偷偷找人来看 自然是因为这孩子 根本就不是海狗将军的 而是菊川在广庆寺的乡好大上合上的 临走前 下人再次给了新支柱 很多钱财作风口费 他们哪里知道 新支柱根本不是普通的郎中 他的心中有和阿凤一样 这是救活的雄心壮志 只是此时还什么都不能说 另一边 这天早上阿凤刚刚发现菊川有些身体不适 当天就被海狗将军看上 这天晚上 阿凤熟悉好后 等待着海狗将军 面对着海狗将军 阿凤的心已经提到了嗓子眼 而就在这时 海狗将军居然突然晕倒 最终被确诊为中风 海狗将军中风的消息很快传了出去 而对于美代和石翁来说 现在他们所有的权势都是因为控制着海狗将军 一旦海狗将军丧命 将军必然会重拾政权 而他们的地位也将一落千丈 甚至会面临性命之忧 而现在他们唯一的解决办法 就是在海狗将军亡故之前 让他将千代立为新的将军 千代是美代的外孙 今年刚刚五岁 如果他能上位 这天下就还是美代和石翁的天下 石翁将这一重任交给了美代和海狗将军身边的美农 而此时 另一边 菊川找到大上和尚表示自己怀孕了 并且表示自己愿意和他一起远走高飞 大上和尚便表示 既然如此他便不能继续留在大傲 于是决定将他先接到石翁这里养身体 石翁再次询问了菊川的意思 石翁略带惋惜地离开了这里 并且表示等下大上和尚就会过来 所以叫菊川先在这里等着 菊川面带笑容地等着心爱之人的到来 可是等来的却是两个大汉将他死死安入水中 而大上和尚正在楼上和石翁看着他就这样丧命 原来大上和尚本就不是什么出身良家的和尚 而是石翁的门徒 见到女人丧命 谨慎的石翁表示 检查出菊川怀孕的郎中也不能留 于是这天晚上 再次有人找到新支柱表示需要他看病 结果却是将他带到了四下无人之处 新支柱虽然也练过一些功夫 但是毕竟对方人多是重 所以没多久就落了下风 最终被抓了起来 而此时的海狗将军还在饱受着病痛的折磨 美农和美代却已经想出了好主意 这天将军来看望海狗将军并且给他带来了食物 但是在他进去之前 美农却嘱咐将军不可以在海狗将军面前吃甜食 不然海狗将军会不开心 因为美农是海狗将军贴身伺候的人 所以将军自然相信了他的话 在进去之后丝毫没有碰食物 将军走后 海狗将军叫来了美农询问 美农直接表示那食物里有毒 而下毒之人正是将军 海狗将军知道这么多年政治大权一直在自己手里 将军一定会心存不满 所以现在想下毒害死自己也是预料之中 于是也直接就相信了美农的话 当场写下手遇 表示要立千代为下一任将军 拿到手遇后 食温一群人开心了不得了 正吃饭庆祝 却不知此时的新支柱已经从关押之地逃了出来 此时正趴在房顶上看得真切 却不想此时他却一个不小心发出声音 食温一下就看到了他的脸 好在新支柱人在楼上 所以撒腿就跑 赶紧回家向父亲说明情况 一番讨论后 最终决定要到食温家将手遇偷出来 而此时另一边 阿冯在大傲中利用美人计 在一个侍卫处得到了消息 原来现在大傲中 除了正是食子之外 所有女人都和庆光寺的和尚有染 就连德高望重的左岛大人都已经沦陷 说完之后 男人便准备对阿冯不回 但阿凤可不是什么 手无腹肌之力的弱女子 她多年来 苦练剑术就是为了保护自己 所以即使是这个侍卫 也不是她的对手 就在阿凤准备一棍子打死男人时 新支柱及时出现 将男人推入了河中 因为这种时候如果闹出人命 阿凤在大傲的处境只会更加危险 所以阿凤也就不再追究 而是跟着新支柱准备出去散散心 可谁知此时竟遇到了冯春 心之柱感觉气氛 不对赶紧左看又看不敢接话 好在冯春对新支柱是没有什么非分之想的 所以赶紧表示自己只是把她当朋友罢了 因为同位女人 她一眼就看出阿冯喜欢新支柱 看出了冯春对新支柱没意思 阿凤也就放下心来 安心的和冯春成了好朋友 可就在这时 河边突然传来声音 两人赶紧过去看情况 下面那具尸体赫然就是菊川 阿冯自然一眼就认出了菊川 新支柱因为之前给她诊断过 所以也认出了菊川 只是并不知道她是大傲的嫔妃 而令他们意外的是 冯春居然也认识菊川 因为菊川正是她多年前失散的姐姐 那时候他们家里穷 冯春辗转成为了卖畅的 而菊川则进了大傲 成为了将军的测试 那时候两人都还不大 冯春怎么也没有想到 自己再见到姐姐 居然是这样的情景 三人回到家里一商量 事情总算清楚了起来 菊川身为将军测试 却怀了别人的孩子 本想彻底离开大傲 在和爱人远走高飞 却不想大善根本就不是什么好人 联合石翁直接结束了菊川的性命 听着伙伴们平静地讲述 冯春一言不发 心里却早已有了决断 他决定打入敌人内部 到石翁家里假装吓人 现在石翁那里 已经拿到了海狗将军的手艺 一旦海狗将军崩世千代继位 石翁和美农江继续为非作歹 所以他们必须阻止这件事情 说时迟那时快 第二天 冯春就托熟人介绍进了石翁府 一个小小的下人进服 自然不会引起石翁的注意 而与此同时 另一边 阿凤回到大傲后 也继续自己的任务 今天又是侧士们 去大庆光寺祈福的日子 见到左岛大人 正搔手弄姿地打扮自己 阿凤假惺惺地过去套进户 左岛还以为 他是看上了自己的梳子 于是便随手将梳子送给了阿凤 可阿凤还是不愿意离开 甚至表示自己也想跟着去 见到阿凤见兮兮的表情 左岛以为是小姑娘思春了 于是表示自己 可以带着他一起去 顺便帮他在庙里 找个好看的和尚 很快女人们便到寺里祈福 祈福结束后 就到了各自和和尚们 约会的时间 而左岛大人在大傲中 就位高权重 因此在清光寺的和尚相好 也是最帅的住持日翔 趁着女人们和和尚们 正忙着约会 阿凤赶紧四处找证据 可这时日翔 却突然进来给他送吃的 阿凤赶紧表示 这回左岛应该在等着呢 却日翔赶紧去找 可是日翔似乎 并不准备就这样离去 此话一出 便惊呆了阿凤 可是还不等阿凤说话 日翔就再次发起攻势 主动坐到了阿凤旁边 甚至还拿起了他的手 显然日翔看上了阿凤 阿凤一开始感到有些局促 但转瞬就想到 这是个好机会 于是便要求日翔 将左岛写给他的情书 给自己 日翔此时色迷心窍自然 阿凤说啥就是啥 于是还真的拿出了 左岛的情书 而另一边 石翔却突然对冯春起了怀疑 这天冯春刚洗完澡 一回头就看见石翔 拿着橘穿的衣服 走了过来 冯春吓得半死 但石翔只是缓缓走过来 将橘穿的衣服 照顾客人 橘穿橘促地帮忙端茶倒水 而石翔今晚的客人 正是大善 石翔故意和大善聊天 表示冯春和橘穿长得有些像 甚至透露出了大善 就是橘穿在宫外的相好 好在冯春并没有太明显地表现出什么 可是石翔还是发现了异常 他拿出海朵将军的手遇 表示自己要放回去 并且还让冯春跟着 见到石翔藏匿手遇的地方后 当天晚上冯春便准备来偷手遇 结果抽屉里自然空空如也 因为这根本从一开始就是石翔的奸计 可是冯春意识到这件事时已经晚了 石翔死死攥住冯春的脖子 好在冯春最后一刻捡起了地上的簪子 直接刺向了石翔的眼睛 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盗灵之速赶紧逃走 而新之柱刚好此时在河边接应 两人总算是逃了出去 而另一边 阿凤最终得到了左岛的那封信 而现在也到了他该对线承诺的时候了 好在就在日翔准备办正事时 左岛突然从梦中惊醒 发现日翔不在赶紧到处去找 最终还终于凭借着日翔身上的味道找到了这里 尽管左岛找到时两人已经藏了起来 但是他还是发现了阿凤不小心掉在地上的梳子 于是想当然的认为是阿凤挖了自己墙角 回去后海狗将军突然病重 所有大傲的女人便去为他祈福 阿凤自然也在其中 可这时突然一个女人将他叫了出去 表示有人叫他有事 阿凤毫无戒心地跟了上去 结果就被关进了小黑屋 等待他的正式左岛 左岛已经气得半死 拿着匕首直奔阿凤而来 另一边女人们发现左岛不在便赶紧出来找他 等他们赶到时 看见的是已经奄奄一息 浑身带血的阿凤 下人吓了一跳 直接跑路 此时海狗将军领了盒饭 而另一边 新支柱等人受到了阿凤生前的最后一封信 那是阿凤在大傲坐卧底整来的情报 正是石子是大傲中唯一一个对海狗将军忠心的女人 所以他认为新支柱等人想要阻止石翁等人的野心 就需要石子的帮助 而石子也确实最后帮助大家扳倒了石翁等人 他直接出面 表示石翁拿出的将军手遇是伪造的 因为他是将军正式 所以他的话自然可信 最终美代和石翁一伙人全部自食恶果 清光寺的和尚们也全部被流放 石翁在一年后郁郁离世 只是阿凤却再也不能回来了 文章 銀行 人 conscious